I give you my heart 徐瑞芝所主演的电影 明天的记忆 原来票房台的真正原因是 徐瑞芝的经济公司 分担发了两万张的免费商贷券 所以初期的预售率很高 接着大家就觉得 徐瑞芝搞出这么多事 大家还是力挺他 看演技很好一说 更有人说这是徐瑞芝的逆袭胜利 说不知背后 原来都是经济公司操作了这一切 而且不止含而发贷贷券 台湾也发了一堆免费正赏券 加起来就超过两万张免费贷贷 那样票房要不好也很难 之前徐瑞芝和金南京的兴趣 还能已经确定下车 但经济公司还是不放弃 和OCN制作方尽最大的努力协商 让徐瑞芝出演安了女主一脚 但最多还是协商失败 第一则消息是 第57届百项艺术大赏 目前进行了网友的冷气投票 目前徐瑞芝获得了第一名 还赢过了第二名的真会赏 结果有还没报道 徐瑞芝既然是第一 这是在选拔将映大赏吗 因为徐瑞芝要求金正贤当金将映 所以韩国媒体就以此来嘲讽 我们来看看韩国网友的反应 呵 谁投的票啊 我们国家的投票 为什么要在TikTok投票呢 徐麦果滚 请改名国外人气奖 外国的粉丝多啊 他算什么 金锁炫 社会善 加油 无法理解国外粉丝的取向 想看徐瑞芝拿并一名 发表的奖感言 好奇他会以什么脸面出来 来向艺术大赏风了吧 还不把徐瑞芝的后补名单踢出去 人品争议那么厉害还这样 我要去给军所炫投票了 徐瑞芝的粉丝是黑粉吗 出来针对获奖 也不会有什么好声音 又不是演技得奖 是故意想让他出来吗 如果真的方方敢出来拿奖 真的是厚脸皮 不要脸 徐瑞芝会出席吗 如果他出席了 估计会是全场的招点 希望徐瑞芝能得奖 来的话一定很有趣 目前韩国网友的帮助 就是一半看笑话 但大多是不希望他的奖 也很惊讶 他为什么会是人气投票的一名 大家心妹中的人气奖会是谁呢 如果你们投票的话 会投给谁